好,那接下來可以看到IU出現在路邊,然後目無表情 那因為IU有軟體在監視這個大叔 那也有GPS可以對大叔做定位 所以他完全知道自己出現在路邊 是可以期待什麼 那不能做什麼 那所以他目無表情 那反倒是大叔 因為在心情低落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個瞭解自己的人 那一下子沒辦法掌握這個具體的狀況 一方面在確認這個IU的眼神 確認目前的狀況 那一方面也在確認自己的心情 那這樣對比就營造出一個緊張感 到底這個大叔能不能夠適時的做出一些反應 那IU又會從大叔這邊得到什麼樣的一個回應 那這個就會造成觀眾的一個期待 另外對比兩個人的是IU它是總路的方式 那本身對於這個行動有比較高的一個自主權 那但是呢大叔是在車上 那而且是3D開的車 那他在行動上的自主權比較低 那再配合上那個大叔的一個老師跟猶豫不決 然後最後大叔終於是沒有坐圍的 坐在車上這樣子離開 然後就是完全把這個狀況掌握在手中的這個IU 這個發現就是說他沒有從大叔這邊得到他期待的回應之後 他就很失望的把頭捶了下去 然後大叔在錯過了這個回應IU的這樣的一個機會之後 那他也決定把這個心情收拾跟整理起來 那接下來要分享的是這個幼教節目製作的一個新法 那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是來自於這個英國BBC兒童節目天線寶寶 那兒童節目這個製作的一個心法有三個 第一個是成就感 那第二個是期待感 那第三個是滿足感 那可能不只這些啦 那我記得的就只有這三個 那所謂的成就感就是說 在節目裡頭會反覆出現一些已知的元素 它會一直這樣疊加上來 然後因為都是已知的元素 然後所以在劇情進行的時候 那個觀眾就會覺得這個劇情的進行 都是在已知的範圍內 然後會得到一個相對安定的這樣的一個成就感 那比如說這個大叔在提到 他跟老婆因為這個貌和神儀的這個關係 那都已經疲累不堪的時候 透過這個一台又一台的車子 然後後座已經累到睡著的這個球友 來堆疊這個疲累的感覺 那他透過堆疊的次數 正至於讓這個觀眾有一種厭版的 那種熟悉到已經厭版的那種感覺 然後觀眾就透過這種對於這個劇情演進的這種熟悉感啊 厭版感啊 來取得一個對劇情掌握的這種優越感 好那所謂的期待感指的就是說 那個剛剛的片段裡面 最後面IU出現它是一個轉折嘛 那在這個IU出現之前 他先安排一個球友送給這個大叔愛心 那其實這是一個暗示也是一個鋪墊 先讓這個大叔原本無精大才的心情 先鋪墊出一個起伏 那讓那個後面IU的出現跟順理成章 那其中還包括一個小細節就是 大叔雖然無精打采 那他會不時的把頭往這個窗外看 讓這個IU出現的時候 讓觀眾在期待這個大叔 到底會不會把這個頭往窗外看 也造成一個小小的一個懸念 對整個戲劇感都是有幫助 接下來是滿足感 那個聰明的觀眾就是看到的一些鋪陳跟暗示之後 就會對於劇情的一個意外的轉折都會有期待 但是呢要滿足觀眾的這個期待呢 這個意外一定必須要符合兩個條件 那第一個是一定要夠意外 那這樣觀眾才會覺得 這樣的轉折是有創意的 才會覺得他在這個量上面是得到滿足的 那第二個是這個意外呢 一定是要合情或合理的 那這樣子這個觀眾才能夠感受到這個意外的一個真實性 比如說在影片裡頭 這個IU的出現 是一個非常大的意外 因為他在影片裡頭 營造這個大叔已經不知道如何是好 然後已經撐不下去 已經非常疲累的這樣一個狀況 讓大家都想 飛進去這個電視裡頭 把這個大叔救出來這樣一個慘況 的時候呢 那個劇本或者是導演就安排IU 來幫觀眾解救這個大叔 那但是 IU的出現也非常合理 因為IU有一個工作就是監視大叔 他能夠隨時掌握到大叔的一個行蹤 那當然IU本身喜歡大叔 所以他也會常常利用機會來接近大叔自肥 所以這樣的安排就是非常意外 但是又非常合理 那像這樣子安排呢 就會讓觀眾得到一個驚喜 要得到一個滿足 好接下來要談到的是這個聲音跟影像 這兩個不同的媒體之間的一個相似性 那聲音的部分如果以交響樂來做一個比喻的話 那 影像這個部分 他就是一個圖像的一個像交響樂這樣一個 複合的一個媒體 那在交響樂裡面呢 有不同的樂器 有不同的音色 那在影像裡面呢 一樣他會有不同的角色 那為這整個影像帶來不同的變數 那透過調整那個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變數 就可以產生不同的風格 那在交響樂裡面呢 這個不同的樂器 他各自都有不同的曲調 就是說他用不同的音高 連續的音高 來做一些表達 那一樣 在影像裡面 這個所有的不同的角色 都是透過自己的 不管是對白 表情或者是肢體語言 來做這個劇情的一個推展 那最後在這個交響樂裡面 在不同的時間點 那不同的樂器 他會控制不同的音量 那代表在這個不同的時間點 哪一個樂器是一個主旋律 那在影像裡面呢 一樣可以透過這個角色或世界 所佔整個畫面的一個面積 或者是遠近 或者是透過這個鏡頭的一個聚焦 來表達目前這個主線劇情的一個焦點 那根據這個聲音跟影像之間的一個相似性跟關聯性 那我得到了一些聯想跟想像 那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剛剛看到的那段影片 用一個曲線圖 來表現他這個整段影片的一個戲劇張力的一個高低的一個變化 那我花了一點時間 就繪製了這個畫面上的這個圖 那這個曲線圖 它的重點是在於就是說 它代表影片中 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影片部分 它所代表的這個戲劇張力的一個相對高低 那所以這個 也因為它是示意圖 那也因為它的重點是在於相對高低 所以它這個曲線圖 它本身每一個點的這個絕對值 絕對的高低位置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不會針對這個做討論 有些時間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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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